南投有一间幼儿园在园长的带领下 师生将近有200选到南投联络处育佛 育佛之后还有环保以及人文课程 让师生们收获满满 195位幼儿园师生来到南投联络处开心育佛 让孩子可以培养知恩感恩的心情 回去也要懂得孝顺母去还有阿公阿嬷 对象是小朋友 育佛之外志工还特别安排各项互动课程 事情要自己做好让自己变得更好 例如可以做什么 这个是什么 帽子 也是保护地球 环保教育让孩子懂得爱护地球 早要重复使用 温馨欢乐的气氛中 师生们度过南亡的上午 优优优独播 优优独播 镜头转到台中神钢的丰州环保站 环保志工及家人共100多位参加预佛 现场还有亲子华语制作 让他们亲子透过这个一起插花的过程当中 他们亲子能够更接近 让家家都有一盆的好花赏心悦目 跟妈妈跟姐姐带着我的孙子来参加 真的是很感动很感动 而在东市联络出的玉佛活动 越南籍新著名陈女士离开家暴的丈夫 跟女儿相依为命 趁着玉佛表达感恩 让爱与温暖传递下去 大爱新闻 真山美志工林正南 詹德权 吴明华 中部综合报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咱们